我们乘搭新特能源1799 这个朋友是心心 他说他未有货 1799他说留意中 他说朱sir你怎样分析这只股份 什么位值得买入 和上网纸洩位多少 他早前出了个人的预期 中期顺利就按年升三倍 所以心心就会留意到这只股份 你有怎样看这些太阳能板块的增长前景 其实新特能源这些是同一些是朋友 是同行的或者做同一件产品的 比如说是内地的通规 或者是香港的保利协阴 以至是美国的一些中概股 他们的家族都是这样做 因为你是从最上游的多征规丹征规 以至到可能是下游的组件 或者再下游的是光木玻璃 或者再终极下游的所谓发电站 它整个体系 它在整个体系里面 其实来说它们是属于最上游的 亦都是多得 龟征的价格 是升到近十年的高位 所以它的盈利自然是水涨船高 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你要投资这些股份 其实对于征规的价格相当比较敏感 就算你看到现在它的盈利是多澎湃 多高超也好 或是PE多低也好 如果那个征规的景气 一进入一个下跌的景气 它的股价就不理你了 理你多少PE它都会贴下去的 OK 那变了就是说 其实是买这些股份 不是说不recommend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负面的评论 而是只不过 就是说买这些股份 一定要是设置算的 就不可以因为说 见到有期盈利是强到很紧要的 我就觉得它千秋万代 都是赚这么多钱的了 然后就是说 别管了 PE两倍的股票 我都扔你出街 我跟巴菲特学习这么多年 我现在就是废了武功 怎知道学一些不学一些 然后之后 过了一两季 就是大家的业绩走 然后到时你看到表面的两倍PE 扩张到25倍PE 那一旦扔完之后 他就告诉你 你都傻的 那一刻就是景气的底部 20倍PE应该买的 那它就搞乱了 老部完全不懂得运作 所以到新特能源之后 我可以提醒一句 它的盈利 基本上相对保力欠义差不多 但是它的PE 的而且是低于30000很多 30000是否完全没有优势 也不是完全没有优势 因为30000的日价 或者相对日价来源 是来自它所谓 我们称之为 珍规界的黑科技 就是说火粒龟的技术 这个OK 因为简单来说 火粒龟的技术 它开始运用 最新一期的业绩都显示 它这个技术 相对是传统的 是改良西门指法 是高的模拟率高大15% 这个幅度已经很大了 也证明了火粒龟的传说中的黑科技 老实说 这个黑科技推出来的初段 其他的同行 眼红也好 或者内心恐惧也好 或者不相信也好 它都大力地诋毁 就是它说不相信 它觉得现行的改良西门指法 已经是最好的方法 它不相信地球有这样的方法 谁不知随着它不断地运行 假如数据盘数是真的话 这个火粒龟的技术 而且是强劲的 长远对30000是有利的 但是在短试的角度 对于其他同行 改良西门指法的同行 也有个威胁也不是那么大的 因为取代的过程 也有一个很缓慢取代的过程 变成说两个股份 最后想强调一点就是 这些多晶龟的股份 是很喜欢出业职 先跌下来的 30000以前都试过 你说是营起 可能有些人都奇怪 就是说新达 为什么你占这么多钱 你反而跌的 这个其实不需要太过不开心 因为30000我想形容一段回忆 它前段还不开心 它有一段公布了第一季度的 营起预告的数据之后 它是够胆 是事后看 是由3.2 是爆插到两个半 但如果你两个半那天 止蚀了的话 我猜你连自己也想止蚀了 就由两个半是 是丧升到接近4元 而近来30000和新能源 它又是玩这一套 就是公布营起之后 又跌下去 所以我觉得 对于它们这些行为 已经是见怪不怪 所以我会对它 也不是太过反感 我觉得这是一个估计 它自己股票的估计 总之我喜欢玩你的 你营起 我就跌你下来 你斩仓 我可能又升上去 所以这样论调之下 就可能你设置止蚀位 坦白说 你现在拆它回来 你设置止蚀位 比如说好像新特的话 比如说22元 你业绩说到 吹得这么好 你跌穿22元的话 你帮我黑仔也好 当你衰也好 我设置22元做止蚀 然后就可以不管了 你愿意执行的话 那便不用管 你一向上一向下 设置止蚀位 就搞定了 你觉得 如果严守这个止蚀位 向上博也是直博的 是 是 是 好吧 下去 That aren't Kop Survey 是 是 呢 是 我